那他想要請問阿寶老師 他種的作物是胡椒 然後已經種植了三年了 那他現在的作物已經開始 生胡椒了 那需要補充什麼肥 然後要牽插育苗成功的 成功率不高 要怎樣才能提高成功率呢 這個修宣 先知道一個 我們在市民上 在講到胡椒胡椒這類的東西 有一種叫麥糕 我們得手叫做三胡椒 那麼有一個類似 張科木薑紙 木薑紙 這類的東西 這種是 我們在 原住民他們拿來用麥糕 麥糕 其實 這個三胡椒 含張素科是差不多 像我們種的胡椒 胡椒他也是 他也是這種的 所以 不太不太一樣 所以 在這家就是說 這種 我們在講的這個胡椒 胡椒有幾種 比如說花椒 花椒是 含他們 這個緣分的 還有兩種 還有一種是 有一個 生胡椒 有一個叫綠胡椒 那就是 那個胡椒 的格式 可以拿來用 一些像 印尼 越南 甚至泰國 東南亞這些人 他們很會利用這種 新鮮的香料 他如果說 沒生息拿來打個打就變黑胡椒 如果生息很安靜的 打個打就變白胡椒 所以大概 這個東西 珊瑚椒還有另外一種的作物 和 他們的關係稍微離得遠一點點 你會知道 有這樣的東西 大概會有這樣的一個 情況 同時是這樣 那麼這個胡椒 胡椒很容易去 栽培其實台灣還有原生種 台灣也有這種原生的 一個 一種 比較不一樣 那麼有一個胡椒科的 這種 這些 作物 這個 和剛才說的髒科 這種也不一樣 珊瑚椒麥狗 麥狗 這個 是張樹科 木薑籽 雲南人有吃一種木薑籽 和我們 麥狗 那種東西很熟 那個味道 特別的喜歡 那種品牌 那麼我們黑胡椒 白胡椒 這種的就是 胡椒科的 那麼 其實他們 這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這個 比較不一樣 那麼 胡椒和老頓 他們都是胡椒科的 這種 這個 這個作物 那麼 他 重要就是說在種 你已經開始這個線要注意 就是說 含在種 老火老火的一樣 第一怕冷 第二怕冷 第二怕冷 這大概 他就是 要種 只要你三樑買的 他就是要半日照 怕冷 怕冷 所以通常就是說 他需要一個比較高的這個溫度 有適當的這個濕度 所以開火的時候 不可以太濕 所以你三樑買高的時候你要注意 開火的時候不可以太濕 濕度不能太低 不然他沒辦法塑粉 沒辦法塑粉 他就夾不起來 因為 我們要給他 就是他的果實 那麼 所以這種 這個東西要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 種 天然在栽培裡面 其實 可以很糙紛 你不用去做一個 基本上 神祭 神祭有時候你沒有 需要 特別去 用什麼樣的擠背料 那麼 在 目前看起來 台灣 台灣其實有野生 雅生的一種紅胡椒 一種 它乾掉後 蝦蝦 這個 起來 好像有咖啡 但是 剛才洗的時候紅 乾掉後是蝦的 比較像 那種黑胡椒 白胡椒 漂亮 那麼 台灣有一個 三瓶 三瓶六龜 六股 林業試驗所 這邊 六股 這裡有一個 這個 專門 胡椒園 去 搜集這類的 這個東西 所以 他可以去 你如果是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可以去看 這個東西有興趣 那今天 他比較 比較特別 所以你要想 要做這個 他不是很難 但是就是 剛才一直強調 就是說 一定要有一定的 水汽 這個水汽要充足 還可以吃水 那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過度的 日照 這大概是 在這個財布的過程 最重要的地方 那麼 因為 他有一個 一般來看起來 這通常 就是說 你如果是有一個 這個 適當的 這個適度的時 基本上 基本上 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 來改 這個結果 所以這次要注意 這一次 你現在要注意的 就是要注意 這個 很重要的 這個重點 那麼你要注意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 一定要 注意 太陽 這不可以 因為太陽 其實是不好的 那麼他三龍 是要好 稍微有一點點 因為 通常你如果是知道 種到可以免 差不多要兩到三年 然後就是 讓他有空好白 一個地方 他是爬藏的 跟我們在種 老頓 是一樣的 這個 那麼一定要 再來就是 注意這個噴霧 一定要注意這個 你如果要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說他有一個 這種濕度 有人會去噴霧 這就是 不可以想外面 好濕 適當的 這個 對他有一個 比較好的 這個效果 那麼 目前 目前 就是說 在這家 我們在營 我們在財布 的時候 那麼 特別注意 就是說 給一點點 這個 加肥 這加肥 這個 如果沒有一點 適合 他肥 比較不會 行漲 這個 比較夠的時候 對他的 這種行動就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這個得手 是這樣 那麼 你在管理上讓你稍微做幾個參考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在種這個有牽插 牽插比較有困難 這個原因應該就是 可以去克服 因為它確實不是很難 但是就是說 你要炒的時候 那麼盡量那個地方 比如說你用那個排水比較好的 比如說用刷子 用這個製食 珍珠石這種的 一般是用沙床 但是就是說盡量可以不要讓他 不要讓他去改這個 不要有直射的這個陽光 不要有這種 不要說有盡量的桌子 最好呢 有鑽兩個脈 就是說有兩個結尾 兩個脈 有一個幫他插鑽裡面 他們在馬來西亞 我看他們在鑽 他們都鑽差不多 剩半45公分左右 10公分左右 他們在炒位的時候 他們通常就是 他長度的條比較高 稍微 腦比較長 你如果有1萬元去把他 去把他插在土下 讓他發金 這樣 那麼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 你如果是千叉 成功率比較高 就是最重要 應該就是 這個 積水 因為你炒位的時候 積水 他就很容易暖 所以有的人說 要開金屬 還是什麼 那個都是其次 都對於有幫助 但是最重要是 可以讓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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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乾淨 再來就是 有濕度沒有水分 可以堵水 大概是這個 那麼千叉的地方 盡量可以有適當的 一個燃 你用黑蚊子 搭一個圓工 要炒位 那麼在炒位 這個溫度 不能太過頭 管 比如說 很熱的時候很冷的時候 都比較不適合 太熱 因為當時 病害比較嚴重 太熱 他就不會開金 所以 你如果是要 成功率 要說這陣子的炒 你選得比較適合 你如果那個基調 不能太正 那麼 選到一些 適當 例如說他的徹業出來 我們說的 這個工藝出來 工藝出來 有些個有一個木質化 太老在炒也不好炒 他的環境比較慢 比較正 但是太正 他就很容易暖 所以有些木質化 差不多45公分 我在馬來西亞看到 他是這樣 45公分 他在炒炒炒 他炒一堆 炒很多 他的 一個草 他把他 一個地方 他就用 一個竹子 開了 因為要頂45公分 他不要讓他頂頂 打打打 所以他會稍微炒炒 用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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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 那些鮮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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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经营要继续 这个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因为影响到它的产量 这一定要小心 所以基本上有这种 这荷州在漫的时候有一个技巧 通常它会一岁出来 那么一关出来的时候 它如果有差不多有一个 你譬如说 其中有1-2粒 基布那些 如头那些 它会比较容易 比较紧便宜 感觉比较同样 它会出来 如挖掌心的地方 它的大型红 一直红倒下来 你不能等整个都红下来 才收 我们台湾很多人在装 都太慢采收了 因为 介绍要好是白胡椒 如果纤纤绿色的把它拌下来 叫生胡椒 把绿生胡椒把它拌下来就变黑胡椒 不说完全形式 差不多七八分熟 还没变红的时候 你把它拆下来 拌下来就变黑胡椒 然后你若是 一岁里面有差不多2-3粒 已经形式了 这差不多 这整个 它就开始有2-3粒 还是都变黑胡椒 这时候你就可以帮它拆收 因为你若单狗它都生熟了 你帮它拆收 有时候要辣 有时候要辣 有时候不香 香气也没去 所以拆收的时间很重要 你拆收的时间 拆收了一定要去拌一下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 原则上就是说 整合照 你三粒要拌 就是途中不可以收费 但是途中不可以滴水 那么一定要有很好的透气性 透气性要有到拌 那么这通常是这种的一个情形 大概是整种的一个原则 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先做一个了解 尽量就是要稍微吃碗 那么要适当的一个收费 那么让它在这里 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肥份 没有需要很多 不过适当的一个加肥 尤其像复合肥这种 比如说五盒子这种 你若是拆收刷 在更冷的时候就是辣到五盒子 开始有在生 从这几天就开始到一点的细盒 让它这样点白点白 它夹出来的质的更硬 三粒的更高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这样 就是说 胡椒其实很注重这个质肥 但是有的是不是说 要有什么样的病床 有质疾病 但是它的抗病性最终的一个好 那么一般来说 就比较少说 会去注意到这部分解决问题 所以呢 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也不用特别 不用特别 不用特别 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 基本上 这比较少说 这类的一个 就是说 嗯 有时候在台湾在增 最大的问题是冷 别说太冷 你如果在屏洞这边 也没什么要紧 你若是稍微北边一点点 它比较高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 不要让它靠冷风 起来 差不多都 这个问题就会小很多 那 如何呢 你去看看一下 这在台湾 这种生胡椒 我们一年都进口不少 因为一些泰式料理店 都需要这种东西 它们没有这种东西 它们没有做菜 有些 比如说像这种酸汤鱼 是什么川菜 也用到这种 这个生胡椒 当然 你们川菜 是花椒比较多 但是 这种生胡椒 这类的这个东西 这在 我们 泰式料理 越南料理里里 它输用的这个 量也很多 因为这不是 我们台湾的主作 但是 不是我们主要的这个作物 但是这个东西 在台湾其实 还有一点点 这个前途 只是说 要 在适当的这个地方 来接 注意 不可以太过头领 这大概是 比较快还是这样 都是没有很大的 这个问题 提供 让我们去台湾朋友做参考 不可以太过头领 不可以太过头领 不可以太过头领